只要有一个车标的话 有多个人懂的是什么车 车标虽然有点可爱哦 但是呢就是一个大品牌 OK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的外宽 分子Smart 这个车是2014年上牌的 1.0T的三缸车 这个车虽然那么小 但是它还是带一个T的货轮增压哦 二手车目前呢就行驶了5万多公里 车逛非常的好 整个车的话四条轮带都还是原厂的 两座版本哦 这个车如果你在路上看到的话 基本都是家里有矿的 你第一个车主买了起这种车的话 基本是家里绝对会有第二台车 因为这个车呢 适合上下班人员用 桌子内饰的话 这个车内饰没啥好看呢 除了看到这两个座椅大一点的话 其他就是一个方向盘啊 这些 一个小小的收音机 还有 空调的开框 这个没有 后视镜条件还是手动的 想到那种 解答老款啊那种 条件后视镜就这样子的 你想一下 当时这个新车的话 十几W落地 不懂你们想的 有钱人我们不懂 十几万你买这个车 我买个小轿车不好吗 我一个一米七八的秤高 我物色了一下 应该有两米的车长哦 现在我们看一下的尾箱 很多人不懂的话 为什么尾箱开不了 它是这样子的 先把这个玻璃打开 这里有个扭扣 才能把这个扭开 最重要的来了哦 这个尾箱的空间的话 就适合一些女孩子去逛街 买一些包包啊衣服啊 刚好够用 很多人以为发动机 都是在前面 它的发动机是在这里的 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1.0L的发动机 非常的干爽 很鲜的这个发动机 车况的话 整体都是非常的亮 如果有女孩子或者说家庭的话 需要接送小孩的 上下班都是非常适合的 如果你有喜欢的话 欢迎大家 私信我评论器留言 我是南宁坐二手车的钢载